欢迎回到陈光第一线 我国7月份开始调涨水价 尽管不少人抱怨说水价变贵了 但是很多人也因此更加节约用水 随着气候变迁 用水成了各地政府的挑战 在台湾 当地用水现况比我国更加严峻 过于便宜的水价 导致民众对节约用水无感 事实上台湾已经23年没有涨水价了 除了用水是一个重要的物价稳定因子之外 更因为台湾的选举多 调涨水价的问题 往往也成为了棘手的政治议题 钟先生在家使用节水洗衣机 节能马桶 水龙头也不忘加上垫片减少流量 但是他所浪费的水 还是超出自己的想象 问题出在不论淋浴 浇花还是洗东西 水龙头浇出的水只使用一次 就哗啦啦地流走了 缺乏有效地再利用 台湾水价长期低廉 根据台水公司的调查 台湾水价是世界第三便宜 导致每个月大家拿到账单 对水费无感 更不会因此而积极省水 从图表就可以看出 台湾人一天的用水量很高 一个人是375公升 日本282公升 新加坡则是152公升 台湾足足高出新加坡两倍 目前的水价相较于瓦斯电费 电信费用来说 其实算是比较 平常不会去注意到 特别会觉得痛心 以一家四口来说 每个月平均水费约为14新元 每立方米只有约新比4毛钱 跟新加坡一立方米的水 要1块6毛到2新元比起来 台湾人的水费负担的确很小 台湾尽管23年没调长水费 并不代表台湾不缺水 台湾目前有94座水库 平常蓄水供水 雨量超过水库承载时就得泄洪 无法有效地留给缺水季节使用 导致水资源浪费 部分水库也面临淤积问题 影响蓄水效能 加上有些地方自来水管线 老旧漏水都需要经费维修 水费如果不涨 钱从哪里来 所谓合理的水费水价 它里头要cover这个成本 简单说水源成本 水的处理的成本 然后自来水系统的更新和维护的成本 这都应该包括在里面 另外再加上一个合理利润 仔细检释目前台湾水价计算公式 平均单位水价等于成本 加合理利润加各项税负 除以售水量 这还没有将专家所提出的水源保护 与修缮隐形成本纳入 而台湾的自来水供应 分成经济部水利署旗下的台湾自来水公司 掌管大台北地区以外的水源 至于台北市政府辖下的台北自来水处 则负责台北市的供水 由于台湾自来水公司供水服务员广大 水价不足以反映成本 目前水公司负债在500亿以上 去年跟前年水公司是有稍微小小的盈域 那它的盈域并不是来自于它受损 这是去卖水的盈域 它卖水是亏损的 那它的盈域是来自于减少支出 来达成这样的一个盈域 事实上经济部水利署 只要将调涨版本交由行政院核定 就可以调涨 但迟迟不敢调涨的原因很简单 用水不只是民生问题 更是政治问题 先看它为什么涨到 我希望它能够解释得清楚 这些费用的实质的收入跟销 和销在使用上面 它是用什么法源来处理的 台湾选举多 有关物价的政策 往往牵动选民的敏感神经 面对气候变迁加剧 台湾也越来越没有浪费水的本钱 地球暖化冲击着全球各地 也影响台湾的水源供应 台湾雨季时的降雨量集中 但是台湾山地多 平原少 留不住水源 甚至水库满了还得泄洪 导致无法有效蓄水 留给枯水期时使用 而当到了枯水季节 各县市政府又会因为水源调度问题 而争执不断 台湾水价过低 民众的节水意识不高 水资源该如何有效运用 随着气候变迁 考验越来越大 现在还持续地在下大雨 台湾的降雨量没有大的变化 但雨季的降雨集中好与成灾 不下雨的日子又变长 当大自然的水 成了人类文明的生活工具 问题更嫌复杂 台湾地区年降雨量大概2500mm 但是短年时强降雨的次数跟频率 正在增加当中 不降雨的日数在增加当中 改变了我们目前的水资源的管理的模式 供应水供应的稳定不稳定 这个是未来会很严重的事情 未来是多久呢 我们预期可能是到了20年以后吧 因为那时候的气候变迁的影响就会很大了 以2017年初北台湾的枯水期来说 桃园境内石门水库用水明明已经拉响警报 但水库的水不仅得供应桃园 还得供应临近新北市用水 至于紧邻新北市的台北市 用水来自除水丰沛的翡翠水库 却因为两个水库隶属单位不同 水源调度无法以最有效的方式 解决其他现实的水荒 导致新北市 台北市和桃园市长 为了抢水和买水伤头脑筋 水泉应该是要尽量的同意调度 像现在自来水公司有两家 台湾自来水公司跟台北自来水事业处 我认为应该考虑把它合并 缺水危机每年都考验着 经济部水利署的总调度能力 除此之外 部分水库淤积严重 也导致蓄水成效大打折扣 目前石门水库淤积的程度 大概三分之一 清淤的速度是比淤积速度还要慢 清理水库的淤积 管线的漏水与铺设 在在都需要经费 在不调整水价的前提下 想要根本解决台湾水资源问题 关键还在于制度的改变 最重要的是要让水资源的经营管理 规划和决策是要能够脱离政治的影响力 所以要成立一种独立机关 独立机关性质就是说 任命的时候还是有民意机关的意见 可是任命了之后就是任期固定 任期固定是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你不能够不喜欢就把它换人 水资源制度还没有建立完备 气候变迁带来的危机 却越来越不能等 成了人类棘手的政治和经济一体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播放到这里了 感谢您收看《晨光第一线》 如果您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到我们的Facebook网页 或者浏览8频道 新闻及时事节目网站 以及下载我们的应用程序 我是杨振华 明天我们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振华